香港富豪李嘉诚在回乡探望癌症末期的亲友时 发现亲友并无得到良好的安宁照护 因此发愿想让更多的民众 能够得到良好的安宁医疗照护 在9月中旬时 大陆安养医疗团队便前往台东圣母医院来参访 之前是有送大陆安宁团队到台北去做交流 那后来有一位林主任 他跑遍全省他想要看 有真正为安宁病人做的那个服务 他希望有最有人性的那种精神的一个验术 后来他来医院 来我们医院就是参观了五天 他去看我们的居家护理 他发现台东圣母医院是他想要的那种 安宁疗固的精神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计划 是这样子的 我们大陆的领养医疗呢 就是我们台湾所说的安宁照顾 我们是由李嘉诚基金会提出的 在每一个省份会设一家领养医院 那么我们都是依靠着大一点的综合性医院 或者是肿瘤专科医院 在这一方面我们真的非常的漠视 来到圣母医院 好小的医院 小小的 但是却很温馨 安安静静的 来到这个医院去参观的时候 没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医院 到像一个很大的家 家的感觉 我就在想 这个医院怎么会这样去想 那我们的医院都在搞规模 就是我们要买CT 最好的CT我们买回来 最好的合索我们买回来 我们要去学最高端的手术技术 我们要学最棒的化疗方案 都是这样的去想的 我们的人员会扩大到多少 我们的人员的力量会是怎样的一个梯队 人才建设的就是 但是在这个里头没有这些 这个里头从病人的角度 它从病人的方方面面 很细微的地方去考虑 甚至于包括病人的家属 这点真的让人很感动 我们都有去跟老师出去 有居家服务的 我们每天回来以后 4点到5点半都是要有一个交流的 那么在那个交流会上 我们都会哭 因为真的感动得不知道该怎么说 其实在全球各地来说 现今对于医疗照顾都是相当的注重 所以才会有医疗团队 前往台东这里学习安宁医疗照顾 让每位临终前的朋友 能得到实质上的医疗照顾 以及给予进程上的寄托 东台新闻 杨国柱张家伟台东采访报导